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 现代人久坐不动的一组 事实上长期之后 常常这个肌肉的力量 跟核心肌肉的能力 都逐渐的老化跟退化 然后老人家过了一定年纪之后 肌肉只会不断的流失 而且肌肉的力量 也会不断的流失 这会使得他们的活动行动 甚至连走路都变得更慢 而且事实上平衡感也可能变差 那平常里究竟怎么样调养 我们的身体的肌肉跟骨骼的 这一个支撑的能力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王建宇医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次复健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昭龙医生 大家好 再次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陈冠宇医生 大家好 再次骨科医生好朋友 王伟薰医生 大家好 再次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秋香老师 宁哥好 大家好 再次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骆静汉师傅 大家好 王医师 我觉得台湾现在 平均寿命越来越长 那这一个鱼命的品质 跟老化的品质 我的感觉是非常M型化差很多 这个身体能力调养好的人 很多人七八十岁都还在出国旅游 多跳跳 只要多量 可是有些人年过六十七十之后 他真的久站久坐都没力 那这里头其实是跟身体的素质 肌肉的能力都有关系 肌肉的能力确实 不仅只是影响到我们 比较大的速度的活动运动 甚至连走路平衡都会有所影响 其实主持人开场来讲得很好 我们人为什么叫动物 动物就能够滑跳跳走 躺在那边就是生病 那先给大家看一个手板 我们常说我们身体任何器官 大概过了二十岁之后 开始都往下 可是手板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身体的肌肉量 不是随着年纪就减少 你在差不多在三十岁到四岁之间 有机会可以往上 就告诉你 你要靠你的训练 这是可以后天的 这个肌肉这个问题 绝对没办法说 只有单纯靠食物 靠药物 基本上还是要靠运动 所以人是动物 就是告你 要活叫动 所以动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疫情这三年半以来 我常常说 在我的病人当中 改变最大的就是 病人没有办法去适当的运动 还记得两年前 一开始之后 大家连去公园 我的诊所附近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 有个很大的公园 前两年疫情刚开始 阿公阿嬷都不敢干嘛 不敢去运动 所以说去冰江市场买菜 去传统市场买菜 都会干嘛 都会确诊 所以因为这个不运动的关系 让很多人的身体衰落 我举个个案说 其实有些阿嬷平常来看我 其实他身体都很好 那其实有一阵子 大概疫情过了一年多之后 他来 他来一来的时候 推着轮椅 脚上打了一个石膏 就整个人看起来 几乎快不认得我 不是我不认得他 其实在我们跟家医科医生的互动当中 病人会跟医生是一个很亲密关医 他还知道说生病的时候 要找家医科王医师 或是去哪里 都会记得 当你进来看到他整个人 那个感觉就是他的认知改变很大 然后再过来 他本来算是有肉的 因为跌倒之后 脚打石膏 骨折肉 整个人都瘫掉 然后再让你问他一些 完全没办法 他来看我就是一个什么 简单的肠胃不好 再这样有点感冒 那我刚才讲说 其实他最需要什么 补充营养 那这个补充营养 包括他要能够吃 老人家有时候 因为口感不好 味觉不好 没力气 那要补充一些高蛋白的东西 你知道回去跟他这样做之后 其实后来 因为我在公园都有看到他 会推出来玩 然后推出来走 然后再过来他会自己动 其实像过了半年之后 你会让他慢慢改善 过了一年之后 像我最近看到他 因为现在已经解封了 他已经可以去干嘛 公园跟大家聊天 所以我跟大家一个观念 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一定要有肌肉 如果你的肌肉一直减少 减少很多 常说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30%到50% 到中年的时候 应该是27%到差不多45%左右 到了老的时候 可能减少很多时候 你不但没办法动 脑袋也可能受影响 所以说你要活得老 活得健康 活得能动 肌肉这个部分 其实基本上是最重要的 所以陈医师 事实上走路的速度 就常常可以衡量 一个人的活动的能力 很多老人家 不但是走路慢 而且是不稳的 然后甚至有一些人 是需要旁边有人扶着的 那走路的行动能力 当然是跟整个身体的品质 还有肌肉的品质非常有关 是 延伸刚刚王医师的这个话题 其实我常跟病人分享 你的肌肉其实跟我们存钱一样 你年轻的时候存越多钱 你到老的时候就不怕没钱花 肌肉也是一样 你如果越年轻的时候 存越多的肌肉本 你到老的时候 你也不怕你的肌肉 会慢慢的衰退 所以要从年轻的时候 就要开始戳春你的肌肉 那很多肌少症大家都知道 那怎么叫肌少症 你自己要怎么去感觉 你可能会有肌少症 我们平常比较常说 其实你走路速度变慢 你要开那个宝特瓶 突然间觉得开不了 那走路不太稳 很容易跌倒 需要别人搀扶 另外还有个体重减轻 不明的体重减轻 像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就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我这边要分享一个老太太 其实他也是疫情的受害者 他本身70多岁 他以前其实也是活动能力很好 像疫情三四个月的期间 没有出门之后 有一天解封了 他要去买东西 结果他发现 你知道过东华南路 那个路很长 他发现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红灯了 他觉得很奇怪 我以前这样一口气 就可以这样子走过去 为什么现在到一半 就已经走不动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他体重在这三四个月 也掉了五公斤 然后膝盖也开始 疼痛于是到门诊来找我 那我就帮他看了一下 他除了膝盖关节炎之外 我发现他有肌少症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去定义 你有肌少症 通常我们可以从这个图里面 大概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会 看你的小腿围 然后会秤你的握力 还有看你的 那个椅子作战的这个时间 我们会让他在椅子作战五次 然后要在12秒内完成 刚刚这个老太太她花了18秒才完成 然后刚刚帮他测的握力 它是12公斤 那是先按开关吗 然后就拉他吗 要下垂按三秒 1 2 3 好 打开 好 看数字 28 28 28是什么意思 超过男生 男生要28 男生28 路健康好 生火热球 这个不跟你吵架 这个吵架会打死人 要小心 离他远一点 我都给你 握力表示是手的肌肉力量 手的肌肉力量 OK 好 好 所以你们用这个给一般的 比方说患者测 女生18 至少要18以上 女生18 对 男生28 我这是男生标准呢 你是男生 你是男生的 女生的 这个就是一般平均的 他这个有去算过 年轻人应该是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对 那这是老人 就是人老了之后 很多老太太 她事实上拿锅子都拿不动 都没力气 手的肌肉都萎缩这样子 好 那这一个就是你们判断 握力跟肌肉力量的 其中一个简单指标 是 一个比较科学化的一个指标 好 那我们如果说确定 就是说他有肌少症之后 就开始帮他就是设计 他适合的运动 他参加运动班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之后 他的肌肉量慢慢的维持了 然后整个体力也比较好 也可以一口气 红绿灯也可以走过灯化南路 好 那接下来 邱香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邱香老师我觉得也是身体品质 跟活动力非常强的 对 因为邱香老师 事实上已经可以拿 那个老人卡了嘛 70岁 我一直以为我69 结果那天我妹妹跟我讲说 你到底会不会算 你就已经70一直讲你69 我说不是 是因为我69不能讲 所以你们才讲我70 他说你算一算 你算数不好 我真的是蛮70 70岁长这样很厉害 我跟你讲如果50岁长这样 没什么了不起 60岁长这样应该还hold得住 70岁可以长你现在的样子 很厉害很厉害 其实就是要动真的要动 对 而且我看你每次 这个录影像你这样小跑步走过 你都非常稳健 而且活动力很快 谢谢 因为我看我们这个节目 而且每一次医生都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就是看健康节目 你还是要挑 有一些意思就是看煲 对不对 那老师叫做菜也会看煲 我们都不会 就是整个 所以 那秋香老师都吃得好 养得好 对 然后要动 记得要动 好 我今天是用这个牛肉的瘦肉来炒 那很多人炒牛肉就是炒起来 就是跟我一样老 彩彩的 那怎么样处理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没有油脂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 我就先打水 那我的打水就是这个姜葱水 这就是姜葱水 把它搅搅搅 你先拍一拍 然后搅搅 然后在里面加一点点米酒 那我这一些的肉 就是一斤多一点点的肉 那我大概就加了 这里面有大概40cc的水 好 葱姜葱水 对 对 姜葱水 然后分次不是一次倒下去 然后你打好了以后呢 你就给它加一点点的油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最后呢 你可以上一点酱油 因为这里面就有上一点点盐巴 那现在上一点酱油 一点点盐巴酱油 让它调味入味 然后一点点的烹调用油 是让它待会比较容易炒开化开 是 那我现在把它拌开了 上面是不是要挂一些粉 对不对 那我挂这个粉的时候 我就把它 不要说直接那个粉下去 因为你直接粉下去的话 它会稠不稠 对 你还是给它一点点的这个 把它混开 有点像你要勾芡一样 对 但是你稍微让它淋一点粉水 它就可以变成外面的一层的膜 是 那我今天用嫩姜 我要请你品尝一下 因为大家都说超级好吃 你腌制了糖姜 嫩姜是不是 对 是 是 那待会的料理事实上也会加上嫩姜 是 我就把它加嫩姜 老师会分享怎么做 那我们先来热锅热油 是 好吃 就是那种保水度要够 很脆口 是 因为它可以晃一个月不会坏 那当你姜通通吃完这一支 你就去泡小黄瓜 泡萝卜 好 那我现在呢 我这个火只有用到三 大概就是不要 现在才拉到五 就是不要很烫的火 因为有的人会把那个冒烟再放下去 那炒牛肉跟煎牛排 其实牛肉会老 就是你那个太熟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稍微的 油油稍微多一点点 是因为我们这边肉也蛮多的 那你大概中心点不要前熟 所以我等一下会先把它拿起来 我们先稍微炒它 老师你的嫩姜是怎么腌的 基本上泡的那个汁 就是1比1比1 水一 醋一 然后糖一 那我是用冰糖 褚素白醋就可以了 对 白醋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 因为你用了一般的那个白醋 它会比较酸 可是你买好一点的白醋 它会甜 好 1比1比1 然后嫩姜洗干净擦干之后 切块就泡它 不是 要杀青 先用糖 先用糖 用糖 然后你要用那个煲 然后用力就这样 然后你要把它压重物 大概2个钟头以后 你把糖水统统倒掉 再放一点点盐巴 再搓搓搓搓搓 大概在20分钟 然后你就用水把它洗干净 那醋水 对 醋水一定要放2才能泡它 好 那这个可以重复泡2 3次 都没关系 好 那泡了之后要放冰箱冰吗 要 要 要放冰箱冰 所以我说一个月是不会 就是非常的 糖的一个月里面都还很新鲜 好 那冰锅酒可以入味 三天 好 三天就入味了 所以观众朋友 现在是嫩姜的季节 你可以实验看看 糖醋水1比1比1 但是你可以先用糖杀青 去掉一些涩水 可以再用一点盐杀青去掉再泡 泡三天 三天后开箱看实验成败 成功了就好好吃 真的失败了反正也就一点点嫩姜就算了 我就做小菜都知道 有些时候自己比例配方不对 就是会失败 也可以炒啦 他说失败下去炒生姜也蛮好吃的 但是成功的会很好吃 所以值得实验 是的 那我现在我就把这个番茄就放进来 放进来炒一炒 那你在这里你也可以加洋葱 都可以 那我自己我是会加 因为这个肉为什么要先拿起来 就不怕它太老 所以我把这些全部加进来了 好 我们毛豆 毛豆 还有就是嫩姜加进来 好 毛豆嫩姜 在这里都可以下去拌炒 是 没有提早点的这个风险 顺制就是你觉得说 我这个很浪费 你要下去炒也可以 好 可以 要烙烙炒 真的 OK 好 我觉得中菜的调味料最后炒了 它反正都一样 都一样 是 它没有美丑之分 是 好 这样子就可以 我们只要把那个茄红素把它炒出来 然后这里面我就加一点点盐巴 那最后这个牛肉再拌炒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要拿出来 你这个锅子是热的 我们这个锅子它的保温能力很强 所以你放在那边会太熟 所以你一定要起出来 那这个拿出来是有一点点 像人家煎牛排一样 有一点点让它厚熟 大概就只有 顶多不要超过七分熟 对 好 那你如果说 全部在这里炒熟 那肯定不好 就会老硬 是 那我现在就是熄火拌进来 就这样子 我刚刚讲过 那这样子让它所有的食材 再统一入味这样 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在一直加火的话 你的那个肉就老掉了 所以这个虽然是瘦肉 可是你吃起来是很嫩的肉 所以打水很重要 然后腌料很重要 然后再来不要炒太久很重要 对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哦 万一吃的牛肉 你吃起来会觉得比较暖嫩 那是加嫩筋 请你咬久了 没有肉的那种咬感 那秋香老师这个咬起来 他有肉的感觉 但又不会很硬 但他吃起来非常的滑口 激少症的人要补充 高优质的蛋白质最重要 那这蛋白质当中 牛肉的蛋白质 基本上是算是数一数二 所以这道菜 其实说吃起来 其实真的感觉很棒 但是我特别要提一个 他可以 刚刚那个嫩姜 我刚来的时候吃到便当 可是当秋香老师 把夹了两块那个嫩姜饭 之后 那个便当 瞬间加分 所以说其实今天这道菜的灵魂 说实在的 是那个腌制的那个嫩姜 所以当大家胃口好 吃到营养的东西 说实在的 激少症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那开场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人要动 我们人在运动系统里面 骨头 关节 肌肉 韧档 没有肌肉 你的关节保不住 你的身体其他都会受影响 你有很多问题 那其实我先举个案例跟大家讲说 其实每次讲到疫情 其实改变了很多大家 甚至改变我们医生的看病 我前一阵子遇到个病人 他其实他二雀 他二雀之后基本上 其实他去年一雀的时候 他五天就一条线 这是他二雀之后 他基本上其实过五天之后 还是两条线 可是重点是从他去年一却到现在 他体重掉了 掉了五公斤 你就看到他整个人 就是因为身体都不好 可是他这次来看我的时候 又过了大概看我时候 其实发现他体温有点偏高 38度多 微糟 我们想说X光片呢 X光片一照 看完之后 就觉得状况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本身有什么 肢气管肺炎 其实肢气管肺炎 你得了新冠 或得了一般感冒 变成肢气管肺炎 基本上这个算常见 可是另外一个 发现他右下页的部分 有肺炎 左边肢气管肺炎 右下页又有肺炎 我们第一个反应 他是不是有吸入性肺炎 所以就问他 前几天有没有呛到 他说有 因为他之前胃口不好 家里人泡什么 牛脂给他吃 其实这个吃的牛脂是对的 可是对某些吞咽有困难的人 他本身算是肌肉减少 他吞咽什么 就造成问题 所以当他这样一次下去 吞下去之后 不小心呛到 呛到之后过三天 开始发烧 吸入性肺炎 那这种病人 我们就要转诊去住院 我告诉你 这样一去 至少两个礼拜 所以说基本上 其实当我们身体肌肉不够的时候 其实很多身体影响会很大 那他之前 他也是因为什么 咳嗽咳不出来 所以他说很多一个感冒 就是一个伤务气道感冒 为什么会变这一管肺炎 就表示你没有力气 没有把肉痰咳出来 你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好 那这个陈医师 事实上你们临床上 也遇到很多中老年人 他有慢性疾病的 他常常事实上 同时也有肌少症 对 这个其实蛮常见的 那其实肌少症的问题 当然主要是老年的族群 比较为主 那其实我们在中年的 这边的部分的话 其实中年的人 也特别要注意 其实肌少症跟我们的 一些三高的问题 还有心血管的问题 关节炎 糖尿病 这些慢性病 其实他都一定程度的关系 那我们在门诊 有曾经看过一个 五十多岁的一个公司主管 那他做这个公司的见检 有发现他有这个三高的现象 所以来看诊 那我们看完之后发现 其实从脉象上跟蛇诊上 中医的诊断 会看到他其实有一点 这个气虚血液的状态 所以我们再跟他讨论一下 他说你平常会不会觉得累 他说会啊 会觉得累 而且常常就是朋友 要找他去打高法夫球 他都不想去 因为跟不上 对 会容易喘 对 那这个其实 他社交生活上 他就活动上就会有难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时候刚刚赵隆医师 讲到一些肌少症的测试的方式 我们再给他测起来 发现其实他的小腿腿尾其实是不太够的 那另外再来他的握力其实也不太行 做到站的这个状况 也不是达标准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就会思考到这个部分 有没有类似肌少症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处理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临床上 在治疗诊断上其实还是要考虑一下 这个肌少症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迹象 在治疗上才会比较事半功倍 那我们其实在研究报告里面 其实有看到我们这个 我们的慢性疾病啊 其实跟肌少症其实会有相关程度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肌少症 大概是哪些原因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肌少症 我们来看一下手版这边 对 那主要的话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神经肌肉系统的一个老化 那再来我们的一个内分泌的部分 荷尔蒙的改变 还有它的敏感度的改变 这边会有影响那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发炎物质 比较多 或是我们蛋白质的补充跟我们热量的能量 补充比较不够 那再加上更重要是大家活动量都不够 这几样东西加起来 你很可能有极少症的这个风险 好那王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肌肉的流失的同时 往往会影响到关节的活动力 那这里头你们临床上看到 不仅仅是老人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也有一些年轻的案例 也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像关于是刚刚提到一个 有一些原因导致肌少症 其中一项就是活动比较少 那我一个病人她是一个30岁的女生 她就在银行工作 那她本身就平常就比较少运动 因为她多半都在办公室里面 坐在银行里面 那她在疫情期间 因为更怕就是外出活动会被感染 所以她就更少运动了 那她就是像一般有些女生 如果你看你用手指头捏她的肉 她都可以直接磨到骨头 那其实没有什么肌肉 那我们诊经的时候主要是说 她觉得她走路没有力气 然后觉得关节会酸痛会不舒服 那我们刚刚就像招容医师一样 就是让她用个握力剂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是28 她只有9 也就是说她连开我整间的门都会抖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她说 你把她脚伸直 她连脚伸直都会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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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明显就是刚刚 重了很容易跌倒 对这很容易跌倒 然后我跟她说 你关节其实没有坏掉 照顾关节是好的 她就是没有肉没有力气 走起来就不稳 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日本 针对这样激少症的病人 她其实给她一个名称 运动障碍症候群 她会把她做机种测试 那我就给她测试一下 看这个是她这个自我检测 看到没有办法单脚站着这个穿袜子 这当然没办法 那连脚伸直都吹来吹来 那问她说最近是不是在家里常跌倒 她说她常跌倒 接下来问她说从一楼走到二楼 她不要扶扶手 她也是要扶扶手 那接下来问她说 你多久哪吸一次家里的地板 有没有提起来 然后她已经很久没吸了 因为手没力气 她问她说那你最近 有没有中年期 有没有去保护公司 有没有买的东西提回来 她说没有办法提回来 我说那你有去保护公司 她说没有 因为也没力气走 所以她就是几乎没有办法再 比如说我们中年期 在保护公司这样逛来逛去 起码都两三个小时 她是连十五分钟 连续走都没办法 那接下来就是她可能要回家 我们来说平常我们的红绿灯 她从绿灯开始走到底可不可以在红灯之前结束 她也没办法 她只有几乎七个自我检测全部都有 所以她其实是一个激少症的一个病 我们后来就帮她安排了运动处方 我建议她就是在日常每天做一些伸展运动以外 这隔两天做一次游氧运动 再做一个激励的训练 她慢慢的肌肉丰厚之后 她就开始恢复了比较正常的社交生活 那其实除了说做自我检测也要 外其实还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平常如果说我们的肌肉量如果不够 不够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其实是会比较丰厚的 那当然随着年纪增加 像刚刚我们的那个 文艺长有提到是说 虽然年纪老化我们的肌肉其实会减少 然后在赵文医师有提到 没运动她的肌肉会减少 所以在旁边有两个图 这是中间这个就是她已经66岁了 她没有在做运动 每天没有做什么步行 那旁边这个是她有在做步行 她走路每天大概走了一万多步 那把她做核磁共争看起来 这虽然都是66岁的男生 有在运动的她肌肉量比较多 她脂肪比较少 那没有在运动呢 她的肌肉少 然后她的脂肪多 也就是相对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年纪增加 但是如果有维持足够的运动量 其实我们的肌少症发生的速度跟程度 都会变得比较慢 那接下来我们的洛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烧的是这个百合蔬食 然后这个银鱼虾 对因为百合在这个季节 我们在菜市场找不到 所以我们有一个替代品 就是用山药 那一样是白色的 然后最主要它这里面的成分 我们是加上我们的小鱼 那这个小鱼是用我们一般的那个布拉鱼 然后布拉鱼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加一点点蔬菜 然后最当宁的东西是最好吃的 我们又加上我们的新鲜的芒果 所以芒果入菜也有一个技巧 我们今天教给大家 对 好来第一个我们先把我们的油加进来之后 我们包上一点点的蒜头 让它有一点点的香味出来 南瓜切片 山药切片 来烹调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南瓜就是把它切片 然后一定要留皮 因为留皮吃起来的话 它的那个口感才不好吃 要不然你皮把它削掉的话 有时候南瓜在烧的时候 它会变得很散 然后你在烧南瓜的时候 因为我们把它切成差不多0.5公分 你在烧的时候 你稍微用油稍微炒一下 它在烹调的基础上 它会变得比较快熟 所以也会变得比较香 好 那在爆的当中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新鲜的玉米 这是我们买一个玉米 把它削一削就可以进来做玉米粒 好 这个是新鲜的玉米粒 直接让它拌炒 对对对 这先要进来稍微炒一下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炒 因为你炒过的时候 蔬菜有一点点的油 烹调速度快 然后煮起来的时候 它也特别特别的甜 那我们下去之后 就很简单 你有看到它整个都 含水量都已经够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上一碗的水 好 然后下去的时候 一碗的水下来之后 我们就盖上我们的锅干 然后另外一锅就很简单的 我们也是一样把它加热 加上一点点的油 然后这个是要稍微炒一下 我们的布拉肥 因为布拉肥如果你炒过的话 它会有 更香 对 香气不一样 那我们在炒这个布拉肥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油下去 好 然后因为它这个布拉肥就是 汆烫好之后 稍微把它洗滴一下 可是一定要让它干 不能有太多的水分 好 干炒它才容易炒得香 对 那因为炒布拉肥的时候 有时候是把它炸酥的 炸到最后之后 它会很硬 然后也不好吃 可是我们这样子炒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软嫩的效果 好 所以你那个筷子 这个快速地让它拌炒 让它均匀地加热受热 对 这在炒的时候 你就稍微看一下 它有一点点香味上来就可以了 就我们讲的就半煎半炒的一个方式 那因为它这个鱼啊很 就是我们在炒的时候 它很容易稀有 这时候你再加一点油下去炒就可以了 好 就可以分批加来斟酌 对 没错 那你下去的时候 你就把它炒到它整个 差不多有一点点的 我们讲布拉肥的那个香味 那在炒的时候 你千万要记得 不能炒到它就是有一点点糊糊的这样子 因为你刚开始在炒的时候 热度不够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糊状 那你要炒到它有一点点 差不多颜色上色金黄色这样子 香香的 这个时候就闻到那个布拉肥的那个香味了 那一个海鲜香 对 因为你这个鱼如果你煎过的时候 它的海鲜的甜分它就会跑出来 对 唯一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那因为我们在烧这一道菜的时候 是用蔬菜 然后加了三种我们讲的海鲜 那我们希望让它铁子多一点 所以我们就加上布拉肥 好 然后在炒的时候 稍微颜色上色哦 你不能炒到它全部干掉 干掉就会吃起来就会有一点阴影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起锅 好 就不能炒到太干了 太硬 太老 先取出来 对 取出来 然后这时候这个我们又要炒蛋 好 来 因为蛋的话你下去煮的时候 它没有香味 可是你经过炒之后 它会多了一个蛋香 蛋香味 然后我们简称为就是有一种叫做素食的肉香 就是蛋香 这个跟蛋酥是同一个道理 对 可是传统的蛋酥是用炸的 我们现在用炒 用炒的 可是炒的时候你也不能炒到太焦 对 好 那你在炒的时候它的香气就会一直出来 好 所以这个师傅现在的筷子一直转啊转啊 对 一直转 让它可以炒散 而且可以干爽 对 没错 好 那稍微干爽一下 然后它的那个蛋就会变成蛋香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剥好 也是一样把它起锅 就是有稍微煸炒一下它的香味 就是闻到蛋香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起来 好 这等一下下去煮的时候 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浓郁 然后加在我们的那个小鱼上面 好 现在的蛋碎一样让它先取出来 对 很多长辈它因为鸡少症的问题 影响到它吞咽的问题 大概只补充大概就是两大类 一类是乳制品 再来就是我们的豆制品 胡辣银那些都是不错的一些 天才的味道 然后我们经常教大家就是 在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不要用汆烫的 对 那也不要说加太多的油下去 我们就是用简单的干煎 好像在吃火烤两吃的感觉一样 好 所以它吃起来的蛋白质味道就会特别好 然后这一个呢 这是一般的就是我们讲的软丝 然后小卷也可以 然后我们下去就是用油的干炒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边了 好 一样让它炒香 然后我们刚刚的玉米跟南瓜 现在焖熟了 对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甜豆 好 甜豆下去 加进来 然后记得淮山最后才加 好 希望这个的时候 我们这个这边就可以加进来了 因为淮山经过烹煮的时候 它的脆度跟我们讲百合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加上一点辣椒配色 然后之后来我们酒一大匙 然后酱油一大匙 一样把所有的调味料加进来 让它烧一下 然后这个有没有闻到那个 我们海鲜的香气了 现在确实有点烧烤香 对 就是你不要加太多的水下去 然后用一点油下去做干煎 让它有干香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海鲜这个地方 它这个完全煎出来 这个它里面的蛋白质都留在里面 我们说最好吃的调味料 就是在这里面 好 好了 我们就这个把它关掉 然后之后我们就把它加进来了 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不用煎到全熟 因为这一锅还要再烧一下 对 所以你看它的鲜味都会用这里 在里面 我们也不用加糖 也不用加任何的味精 就直接天然的味道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刚才炒过香气的 薄拉肥跟蛋酥下去 对 这个小朋友吃起来也健康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搅拌 然后就涂很多矿物质维生素 对对对对 那我们的调味料就是用一点酱油带动它的那个咸分 那如果你觉得说不够咸的话 你就加上一点点的盐巴下去 那其实它是够的 对 来 因为薄拉肥会有咸度 所以你要下手的时候要稍微斟酌一下 对对对 那我们冲下去之后啊 稍微焖一下 我们稍微焖一下 那为什么要焖 因为我们刚才放了我们的甜豆 对 然后跟我们的那个葱段 我们让它焖一下它会熟成 好 对 那焖熟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上菜试吃哦 这个肉欣这个料理真的是令人惊艳 它这个是一个高蛋白高钙 低脂又有花青树的一个很棒的料理 真的是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 那这个真的是很适合 这夏天的时候 吃起来也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知道有肌肉的地方 我们全身有肌肉的地方 除了我们四肢手脚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肌肉 对肌少症人来说 这其实只要是有肌肉的地方 缺乏都可能会出问题 刚刚王医师有分享到说 呼吸的这个部分 呼吸如果说肌肉少的话 他可能呼吸会有困难 那还有像如果说骨盆底肌 无力的话就容易漏尿 那还有一个吞咽 其实很多长辈 他因为肌少症的问题 影响到他吞咽的问题 我这边分享这个案例 跟王医师那个其实有点类似 一个八十多岁的一个先生 他其实在受伤跌倒之前 他是可以打高尔腐朽可以运动的 可是有一天在浴室滑倒之后 他髋关节骨折去开刀 开完刀之后 于是他就卧床 他并没有很积极的复健 所以一直都躺在床上 因为他非常怕痛 所以他也没有就是说做一些激励训练 后来有一天我听到说他过世了 我追问为什么 因为呛到 呛到之后吸入性肺炎 送到医院去 后来就造成肺炎之后 败血症就走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案例 如果说他能够在很积极的时候 能够做一些训练的话 其实不会走到这一步 那我们知道说吞咽要怎么训练呢 尤其对很多长辈来说 如果你的吞咽肌肉比较差的话 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 就是说平常大声说话 你可以尽量大声大喊 朗读报纸 尽量就是多说话多演讲 那也可以唱歌 高声的唱歌 那还有呢就努力吃 好吃的东西尽量吃 只要吃得下 一定要努力努力的吃这样子 那我也请教这一个陈医师 临床上你们遇到 有些人的关节痛 事实上并不一定问题出在关节 很有可能是出在肌肉 是没错 其实我们的膝盖疼痛 这关节疼痛 有时候跟肌扫症 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那我们有一个患者 他其实是70岁的一个奶奶 他去做完这个骨 骨科的做完这个膝关节的 致幻术之后 已经一年了 那做完一年之后 他还是一直在抱怨说 他假设膝盖会痛啊 然后不能爬楼梯 这样子 那当我们门诊一直在 嚷嚷的说 是不是骨科医师没有开好啊 我们给他看一下的云端 没有啊 影像学上面看起来很好啊 那为什么还会痛呢 那我们去看一下 其实他奶奶的一些 特别的地方在于 他的脚其实蛮细的 脚腿很细 两边左右大小粗细 你大概不用量了 一看就知道 两边就差很多了 那再加上 刚刚我们一些检查之后 其实发现 他其实的确 真的有肌扫症的现象 那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奶奶爱吃甜的 体重又过重 又不爱运动 这个对我们来看起来 这个整体来说 这个就是比较皮虚 痰湿的体质 所以这类型的患者 我们主要三大 中医这边处理这种患者的话 三大原则 第一个我们用针灸的方式 去缓解他疼痛 诱发他的肌肉功能 让他好运动 第二个我们这种弹虚体质 然后我们用中药的方式 让他增加他的肠胃的吸收 他吃东西进来比较好 可以去得到他需要的一些东西 第三个就是需要他 在饮食控制上面 去做一个增肌减脂的一个原则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 增肌原则的饮食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板的地方 那其实主要是这几个大原则 那第一个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 那蛋白质的部分的话 我们怎么去算呢 就是我们用每公斤 大概1.2到1.5克的比例去算 举个例子 假设你有50公斤的话 那每一公斤大概1.2克的话 你这样50乘以1.2 就是你就需要6克的蛋白质 这样你就去抓一个蛋白质的量 那再来就要小心我们的热量的补充 要小心一些隐藏热量 很多一些寒糖饮料 或是酱料这些自己要注意 那吃东西尽量吃原型的食物 不要吃一些加工品 那再来你如果要吃淀粉的话 尽量吃抗性淀粉 因为这个对我们血糖波动会比较少 最后再来就是维生素D的补充 这个会帮助我们肌肉的一个蛋白质的合成 这样子 这几样东西都是比较大的原则 跟大家建议 而且王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假设要改善行动力不够的话 那保养关节以及增加肌肉的力量很重要 那这里头也包含营养素 我刚刚讲到说肌肉的原料 很大一部分来自蛋白质 然后关节呢 事实上给它好的营养跟原料 也会改善它的表现 其实我有一个75岁阿公 他以前是节目人员 他很喜欢骑脚踏车做运动 就有一次不小心骑他车率倒受伤了 那大鬼骨骨折 结果他就休养了三个月 就有一次不小心骑他车率倒受伤了 那大鬼骨骨折 结果他就休养了三个月 那后来就来门诊的时候 他就是说他好像回复行动的能力 好像有点困难 后来就刚刚就按照这种肌扫症的一些 营养补充的原则 像这个资卡丹那边的企协 他就是可能营养要补充 然后补充刚刚油脂的蛋白质 补充足够维加密D 同时他把一些适度的运动 睡眠都给他补充够了 他几乎肌扫症的部分 大概都快完成 但是他就说 他在做一些复健的运动的时候 是想要恢复起脚踏车爬山 有时候觉得关节会卡卡的不顺 那后来呢 就是我们就他就问我们说 他们有哪一些营养品可以补充 他说他有去自己 有买了一个非变性的DH型 脚炎蛋白来补充 那他觉得他补充完之后 他的关节这个不舒服 灵活度会比较改善 那其实他所说的这个非变性DH 脚炎蛋白是我们现在常见的UC2 他要从软骨萃取的 那这样子的非变性DH 脚炎蛋白他经过口服之后呢 他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细胞 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可以辨识出来 我们受损的这个关节的软骨 他可以协助我们关节软骨的修复 同时可以让我们的关节不舒服的症状 卡卡的症状呢 他可以改善 大概如果在以往的研究上 大概就是服用大概是三个月 他的症状就会改善了 所以如果要选择营养的补充 有UC2的成分就很重要 对这是蛮重要的 UC2其实他是有专利去制造出来 所以他是维持他这个非变性的特质 他才可以达到有效的调节 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 而且陈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除了UC2之外还要抗发炎 所以饮食过程当中 摄取比较多抗发炎的食材跟营养素 也会降低关节的发炎 对这个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临床上有患者 其实是这个推化性关节炎 那关节炎的话 就是手都很痛 身体很不舒服 那来看诊 那这个阿姨的话 他比较没办法吃药粉 中药的药粉 因为他吃药粉比较容易呛到 所以这边治疗上 我们用针灸为主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他就是刚刚林冠姐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面 怎么样去让用饮食的部分 去让他吃到一个 可以让他降低发炎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边跟大家提供一些食材 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这样发炎 还有保护我们的关节的部分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几个比较大的重点 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 胶原蛋白软骨酥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 他就是比较QQ的 软Q软Q这些东西 猪耳朵 蹄筋 贝类 木耳 海带 这些都是比较可以的 再来比较这些抗氧化物 抗氧化的一些食物 像啤酒花 奇异果 柳橙木瓜 胡萝卜 葵花籽 糙米 这些都是不错的功用 那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 生物类黄酮的部分 其实柑橘类或是绿茶 全骨类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 那再来就是Omega 3的部分 其实就是大型的鱼类的部分 这些都会有帮助 那当然我们的维生素C的部分 也是会有帮助 像花椰菜 苦瓜 甜椒 这些都会有帮助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我们 有机的硫化物的部分 其实像我们的甲壳类的食物 或是黄豆类的制品 这些都有帮助 那最后再来就是我们钙质的补充 那钙质的补充 大概就是两大类 一类是乳制品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豆制品的部分 那刚刚的一些小鱼干 像那个金汉师傅刚刚用的一些 那个布拉蜜那些 都是不错的一些 天然的营养补充品这样子 那我请教王医师 啤酒花这个成分 为什么对于关节的保养有帮助 就是啤酒花 其实在北美的印第安人 他们很早就在使用 像他们在山上的时候 有时候在肚子痛 或是关节串痛 他们就会把这个啤酒花 把他做一些调配之后 就可以来减缓 他的肚子的疼痛 或是关节的不舒服 因为他是一个天然的萃取物 他就是可以减少 这个我们关节的发炎物质的释放 那我们知道关节是因为发炎 所以才产生疼痛 所以如果发炎比较少之后呢 他疼痛就比较减少 关节的不适就会改善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适度的使用 这个像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 可以让关节不卡卡 活动力行动力可以维持 那透过这个啤酒花的一个 比较快速的减少 发炎物质的释放 大概在国外的研究 大概是使用两周 之后 他的关节的发炎 跟不适的症状 就会改善 所以如果我们平常 如果想要补充一些营养素 可以补充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 跟啤酒花的萃取物 就可以让我们关节有活动力 然后行动不会卡卡 也比较舒服 不会有不适的情形 那我请教陈医师 另外一个是适度的阻力的训练 那不管是有一些人 这个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 或者是有一些人 要增强肌肉的力量 阻力训练适度的维持 事实上对于人体肌肉的能力 都会有所改善 是的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有动 我有走路 但是这样的运动是不够的 你要增加你的肌肉量 一定要做到主力训练 那怎么叫主力训练 其实最简单能做 就是可以我们用保退瓶装水 就是当哑铃 或者是说用弹力带 那这边我提供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家里 你不用到外面去 在家里其实就可以做 你就一条弹力带拿着 这样子就可以拉腿了是不是 对 就是下肢的话 像这个对于四头肌的训练 我们之前都有提供大家 把脚抬起来做四头肌的训练 但你尝试的这样的话 能够多了一个主力 你能够用更多的力量 去训练你的四头肌 这样子你只要四头肌比较强壮 你会走得比较稳 也比较不会跌倒 所以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 就是慢慢的把脚慢慢的伸直 不是这样用力踢一踢一踢 这样子没有效 一定要慢稳 然后那个力量让它慢慢的出来 那上肢的部分 很多人一提一提东西 肩膀就受伤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肩膀 这边的力量训练也很重要 这边也很简单 一条弹力带拿着向前举 把这边的那个三角肌训练一下 向侧举也是把三角肌做一点训练 那所有的运动都是慢 然后稳定 然后可以数到十 慢慢的数到十之后放松 持续的做 那提供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做 每天做效果才会好 所以这个很适合老人家看电视 就是拙量的做 然后依照自己身体的能力 看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次数或者时间 但是有做总比没做好 是的 而且有痛有不舒服就停 就不要勉强 这个也很重要 那节目最后 王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等到我们活到七八十岁 你的激扫症一定会发生 那等到你过马路 红绿灯过不去 再来的话基本上都太晚 所以起早在四五十岁开始做保养 包括培养你的肌肉本 你的骨本 吃健康的东西 让你每天训练 好像疫情这三年半 大家在家里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其实边看电视边做运动 慢慢做不要急 你就可以像王医师我一样 虽然快六十岁 我的体脂只有十次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好 谢谢王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曼具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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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